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 2号台湾花莲发生了火车事故 目前已经导致多人伤亡 台铁408次泰鲁阁号2号上午在花莲大清水隧道发生严重的出轨事故 各单位目前都在全力的抢救当中 我们初不了解到的事故原因是由于一辆工程车不慎滑落 撞到了列车的车厢上面 由此才引发此次严重的出轨事故 这一列车一共有8节车厢 其中2到3节车厢出轨 5到8节车厢卡在隧道里面 车厢严重变形 而且全车停电 这一列车的乘客总人数原本预计大概有350人左右 但是由于今天是台湾清明廉价的第一天 因此还有很多人买了战票上车 还没粗略估计乘客的总人数可能会达到400多人 因此伤亡人数可能也还会持续增加 以上实际是海峡两岸记者发回的报道 事故发生后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和关注后续救援进展 并向事故造成的伤亡人员表达哀悼和慰问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由于台湾通讯传播部门不予换照 中天新闻台去年12月 从相应频道下架 日前台湾通讯传播部门拍板 华视新闻资讯台进驻该频道 再次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 台湾通讯传播部门日前决议通过 岛内15家系统业者申请由华视新闻资讯台 逮捕上架频道案 这是去年底中天新闻台被不予换照后 逮捕相关频道的第一例通过案例 预计影响约124.5万收视户 约占台湾收视户的25.58% 但是该案最后是由台湾通讯传播部门 以所谓行政指导方式 要求华视新闻资讯台更改营运计划书 落实承诺方式通过 这在过去并无先例 加上华视财务亏损严重 而营运计划书尚未变更核准通过 就允许华视上架也是前所未见 因此引发外界质疑 通讯传播部门为华视护航 台湾中视新闻网报道称 尽管华视有财务亏损 人力不足 没有变更营运计划书等问题 但在华视承诺改善后 七位台湾通讯传播部门委员 全数拍板同意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一号痛批 此举简直是先上车后补票 政治介入痕迹明显 过场荒腔走板 却要民众硬吞下不符合规格的劣质品 为什么我们的消费者 越听大众每个月付钱 却要忍受这种不符规定的劣质品呢 他现在先上车了 他会不会补票 我们不晓得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王玉民表示 当初系统业者陆续送信 不是华视的频道替代案 外界质疑台湾通讯传播部门刻意拖延 最后系统业者改以华视申请后果然通过 他表示 以后可能会出现一种过去不曾有的荒谬现象 就是台湾一百多万收视户 看到的该频道是华视 其他系统业者的收视户 看到的是其他新闻台 导致空前乱象 自从中天新闻台没有获得换照 并且撤出原有频道 已经有快四个月的时间 而日前 台湾的通讯传播部门终于拍板 将由华视部分进驻 此举立刻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质疑 这些质疑包括台湾通讯传播部门 是否对其他电视台排审进度缓慢 蓝莹批评政治介入 以及是否在为华视护航等等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认为 就在中天电视台仍然在为台湾通讯传播部门 不予换照打行政诉讼之际 通讯传播部门就已经急着 要让其他电视业者进驻原有频道 让中天日后不再有重返的机会 也有台湾学者担忧 原本已经有所亏损的华视即将进驻 而未来势必会增加人事方面的开支 如果未来的运营状况 无法因应这些开支 那么将会造成亏损继续扩大 而这些亏损 未来是否会由民众概括承受 仍然有待观察 以上时尚视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报告 点明批评台湾在进口美国猪热之后 要求产品上标示原产地的行为 国民党批评 这证明民进党当局的政策 不但牺牲了台湾人民的健康 而且也没有获得美国认同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日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报告 点明台湾纪念元旦起 要求产品标示原产地的做法 是不正确的暗示 使用莱克多巴案的美国猪肉 和相关产品有安全疑虑 同时还指出 台湾对进口猪内脏 和其他产品所实施的标准 要高于相关国际标准 而这可能导致检验结果不准确 此前民进党当局批准进口 含有莱克多巴案的美国猪肉 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弹 民进党当局则宣称 此举是为了加强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而在1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点名台湾 批评其对美国猪肉和牛肉 设置进口限制 对此国民党副秘书长李燕秀 日前指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发布的报告证明 民进党的相关政策是错误的 不但牺牲了台湾民众的健康 而且也无法获得美国的认可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湾防务部门证实 将对美国购买爱国者3 MSE增程型导弹 近期国防部发言人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 以任何方式进行干涉 台防务主管部门 披露2021年预算案 其中以补充原弹药采购不足为由 在全案额度内 增加200亿元新台币预算 计划对美购买爱国者3 MSE增程型导弹 计划在2025年 2026年分批完成交运及部署作业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 爱国者3MSE导弹 较台军现役的爱国者3导弹 射程更远 体积更大 目前美国陆军 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 已经部署使用爱国者3MSE导弹 在近期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事关中方核心利益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 以任何方式干涉 中国人民解放军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台湾民众呼吁重启两岸小三通 高汉要恢复两岸交流的 民进党当局 却迟迟不愿推动相关进程 蔡英文究竟有没有诚意 改善两岸关系 小三通何时才能恢复 请收看本期海下两岸 何时恢复两岸小三通 台当局举期不定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下两岸 近期恢复小三通为两岸热议话题 不仅有在露台上 致函两岸有关部门沟通 恢复小三通 台湾当局相关部门 也对此议题频频表态 不过虽然台湾当局 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表示恢复小三通乐观其成 但台湾当局陆委会方面 却表示仍在研议评估当中 为什么台湾当局 对何时恢复两岸小三通 举期不定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 郑有平先生 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 副研究员谢南先生 欢迎二位 大家好 郑教授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恢复小三通成为热议话题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门 负责人陈时中 一改日前说法 忠于松口称 只要陆委会提出可行性 同时遵照台现行防疫规范 就不会反对小三通富航 而台当局陆委会却表示 小三通富航涉及疫情变化 及两岸互动等考虑 目前通相关部门 研议评估中 此前国台办新闻发言人 朱凤莲在答记者问时 也曾表示 小三通一直是两岸 特别是敏台民众 交流往来最重要 最便捷的通道 希望民进党当局 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的事 而不是千方百计的 进行阻挠限制 搞政治操作 小三通暂停 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 现在恢复小三通的呼声 是比较高的 那么小三通如果不通 会带来哪些不便 事实上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 也听到了 来自于金门县 连江县 这一些地方的县市长 还有呢 地方上的民意代表 都在大声地呼吁 希望能够重启 两岸之间的小三通 为什么这样呢 是因为从过去这一年以来 暂停的小三通 已经对金门县 连江县 还有在厦门地区的台胞门 以及大陆的旅客 造成了非常大的不方便 我们甚至于可以说 对于金门连江 这两个地方的地方经济 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冲击 两岸之间的小三通 对于台商 台生 台包 台干 其实它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交通渠道 仔细看一下 今天在厦门地区工作的台干 至少有七八千人 这一些人平常走小三通 经过水路 再由金门台北之间的航班 进行交流 事实上它的交通费 本来就可以省掉三分之一以上 这也就是说明了 为什么金夏之间 一天光是船班 就可以高达24个班次 现在更麻烦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两岸主角的状况之下 小三通暂停的情况之下 金门跟厦门之间 明明距离就短短的几十公里 可是有很多的金门人 他在厦门工作上学 然后他因为这个疫情 关闭了小三通之后 他想回家 就得要从厦门坐飞机回到台北 然后在台北 进行隔离了14天之后 由台北再搭飞机回到金门 各位您知道吗 这样子来回一趟的成本 高达好几万元新台币 当然对于民众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更不要讲说 今天我们看到了 因为小三通的暂停 造成了金门地区观光业 几乎是陷入停摆 至少一年少掉了 4亿元新台币的观光产值 这个对地方经济 对人们的生活来讲 是一个严重的干扰冲击 在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也看到大陆国台办 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相关的回应 那么恢复小三通的必要性是什么 那么我觉得国台办发言人 对这个问题的讲解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其实也并不复杂 就因为小三通可以说 是两岸之间来往 最便捷 最快速的一个轨道 并且我们当年为推动小三通 其实费了很大的劲 而因为疫情的影响 从去年到现在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 小三通已经被停了一年多的 这已经对两边的人民的往来 造成了很大的不变 那我们必须要指出一点 就是说经过过去 将近20年的这种发展 小三通其实已经成为了 大陆地区 人民和金门马祖的一个 沟通的一个很便捷 很快速的一个轨道 已经形成了一个 基本的一日生活圈 也就是说民众对于往来 已经非常习惯了 而由于疫情的影响 使得这个小三通被暂停了 那么人员的往来 就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指出呢 就是考虑到今天的 两岸经贸发展非常的便捷 那么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呢 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的总额 有几千亿美元之多 并且台湾对大陆的出口 依赖度也到了一个历史新高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两岸的经贸关系 非常热络 两岸经贸关系的热络 自然而然会推动 两岸人员往来的这种频繁 那么按照现在的这种防疫 防这个路径的这种检验标准 它过于严苛了 那么一个台湾民众 如果来大陆的话呢 他要在这边隔离一段时间 那么回到台湾之后呢 他同样还要隔离一段时间 这对于商务往来 咱们先不讨论这个 所谓旅游观光的问题 这对于商务往来讲 几乎是致命的 因此才会有台湾民众 主动去向台湾的相关部门去陈情 要求尽快去处理这个问题 而我们国台湾发言人也指出 对于今天的民进党当局而言 是不是愿意去尽快地恢复小山通 其实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性的 检验的一个东西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 在后疫情时期推动两岸关系 尽快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之前看到的 蔡英文当局有过相应的表态 你这个表态能不能落实到具体的行为 我觉得小山通的恢复 就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如果你尽快地去推动 做好的这件事情 那么我愿意相信 你们是有诚意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连这样的一个 其实并不复杂的问题 也处理不好的话 那么未来两岸关系的 相向而行 可能会遇到更大的一个困境 那么现在问题到底出在了什么地方 我们看到 陈世忠表态乐观启程 但是台湾的陆委会 却表示非常谨慎 所以说在岛内 各个部门 他们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对于小山通 是否能够恢复 在岛内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意见 针对两岸的小山通 何时可以恢复正常 民进党执政当局的各个部门 居然是个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 完全没有一个一致的讯号 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狐疑 究竟民进党有没有诚意 他有没有感受到 地方上的民众 跟地方的行政官员 高深地呼吁执政当局 赶快地让小山通 重新回到正常 我们看一下各方的说法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主管单位陆委会 陆委会的副主委 首先对外放话 说如今小山通满了20年了 现在疫情 只要能够控制的话 当然他们愿意恢复 而且他们还要推出 高品质的升级版的服务 话说得很漂亮 但是话锋一转 他们又讲了 说这个事情 要能够达到决策 就必须要由疫情指挥中心 交通部门 以及陆委会 共同地进行评估 只要疫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他们就会去逐步地恢复 两岸之间的正常有序的交流 再来他们又补上了 说针对金门地区提出来的 惊吓的旅游泡泡这个专案 他们认为说 涉及的层面非常广 尤其要推动的话 就会涉及两岸的互动 而客观的条件 目前尚未成熟 这就让外界非常的好奇 所谓的客观条件 请问你明确的定义是什么 陆委会根本不愿意说明 很显然这一切就是政治的裁量 对他们来讲 政治的操作 恐怕超越了所有科学的证据 苏贞昌说 小三通他不反对 但是防疫还是第一 地方政府听了这个话 也是觉得说啼笑皆非 那你究竟是要不要开放呢 为什么这几个主管的人 都说出来 似乎冠冕堂皇 但是实际上 又摸不着边际的一些官话呢 很简单 关键的决策拍板者 是蔡英文 蔡英文没有给出明确的讯息 她没有表态 下面的人没有一个敢明确的做出任何的决策 另外 民进党的核心 以及民进党的中央党部 还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首先他们在观望 中美之间的博弈走向 他们不愿意说 在两岸关系的和缓上呢 走得太前面 超越了美国 所以他们还想要拖延时间 另外 党部里面还有一些人在考虑的是说 今天如果就开放了两岸小三通 会不会影响到2022年的地方县市长选举 他的选情跟选票 那么各个主管的行政官僚部门呢 也各有各的盘算 恢复小三通是两岸交流交往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现在台湾党局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呢 还是比较保守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目前台湾当局 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标准 那么是不是恢复小三通 对于台湾当局来说 他们是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的 那我们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问的就是 我们怎么去理解 蔡英文当局近期的一系列的表态 如果我们仔细去梳理 从去年的蔡英文当局的 所谓的双式讲话 再到她的元旦讲话 再到她的春节讲话 我们会发现蔡英文当局 对于两岸关系的表态的掉门在放软 那么包括她任命了 新的这个入委会主委邱泰三 很多人都在解读 解读说 这是不是向大陆释放出某种讯号 她愿意去调整两岸关系 因为到今天为止 恐怕今天的蔡英文当局 对于两岸关系的持续的恶化的负面影响 她也心知肚明 她也未必能承受两岸关系 恶化的负面效应 不断扩大的这样的一种后座力 那么特别是去年 两岸的经贸合作 并没有随着两岸关系的恶化和疫情 受到一个负面冲击 反而呈现出一个扩大的状态 这显示出什么呢 显示出两岸的融合 内在的强大的动力 和两岸经贸合作自身应有的韧性 因此今天的蔡英文当局 在考虑未来她的施政的时候 她也恐怕也并不乐见 两岸关系真的朝着一个 无限恶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所以才会有她的一个掉门放软的体现 但是当你的掉门的放软 到实质的这种政策的调整 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 我们衷心希望这个过程缩短 我们希望她的这种两岸政策 调整掉门的放软 到两岸政策的实质的调整 到承认久而共识 应该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逻辑 因此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 小三通是考验未来两岸关系发展 未来的两岸人员互动和两岸交流 能不能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其实不只是我们讨论的小三通 从疫情开始 两岸之间很多层面的交流交往 都被迫中断了 那么这方面的情况 请郑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被迫中断之后 给党内的民众带来了哪些不便 不可讳言的 疫情确实对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 以及人员来往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过去这一年里面我们看到两岸之间交流活动的数量 或者是来往的人次都大幅的下降 而且民进党在这一段时间用疫情管控为由呢 去中断了两岸之间的小三通 以及很多的交流渠道 对民进党来讲 他们变本加厉 变向的去控制 去管制两岸之间的交流 无理的去阻挠了台湾同胞 滞留在大陆的一些亲属 正常的返回台湾 他们还强行的实施 所谓的反渗透法跟安全无法 企图用法律的手段 制造绿色恐怖 对台湾民众以及各种民间团体 参加正常的两岸交流活动呢 动辄进行各种的威胁跟恐吓 像这样子的做法 台湾民众了然于凶 但是呢 两岸同胞还是克服了民进党的这种 困难跟阻挠 他们通过了互联网上 线上跟线下的相互结合 各种形式在经济 文化 教育 医疗卫生 青年 基层 甚至于民间信仰 方方面面的界别呢 成功的举办了 一系列又一系列的各种 主题的交流活动 这样子的情况 就等于是延续了两岸之间 过去长久以来交流的势头 民进党当局显然注意到了 这个现象 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 他们也开始企图要管制 线上以及视讯的各种会议 或者是交流活动 但是平心而论 两岸交流三十多年了 我们看到的两岸各个领域的 交流活动呢 已经产生了非常庞大的 内在的这种动能 它所积累出来的这个深厚基础 早就形成了不可逆转的 一个历史趋势 换言之今天民进党用各种人为的手法 是没有办法撼动这一个趋势的 中华民族的情感 中华文化的连结 可以说是两岸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期待 很多人就说 中华文化在中国大陆是数大更生 可是在台湾是枝繁叶茂 两岸的互补 两岸的结合 只会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更容易达成 民进党今天透过政治的手段 去操弄一切 最终是会自取其辱 而且是毫无结果的 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出 民进党当局在两岸交流交往上 设置了很多人为的障碍 而这些人为的障碍 是不是给岛内社会的发展 和两岸的交流交往 带来了很多的危害 那么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从去年疫情开始之后 到今年这一年多的时间 两岸关系其实出现过一个 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由于中美战略竞争的 一个加剧 由于美国强打台湾牌 使得去年的两岸关系 确确实是面临着一个 所谓的兵威战凶的一个 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从岛内的 相关的民意调查 我们会发现 正是因为那样的一种紧张的状态 正是因为两岸关系的紧张 的负面效应的不断扩散 使得今天的台湾民众 使得今天台湾社会整体 希望两岸和平的呼声 前所未有的高涨 如果从各项民调都可以看出 希望两岸关系和平 希望两岸关系交流 成为了岛内的主流的民意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一直标榜的 尊重民意的蔡英文当局而言 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力 也会促使她必须去证实 她到底要一种 什么样的两岸关系 是不是两岸关系的 持续紧张 持续动荡 对她的执政有利呢 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 当家不闹事 闹事不当家 对一个今天在岛内 其实面临着许多 执政挑战的蔡英文当局而言 一个相对稳固的外部环境 对她的执政是有利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 蔡英文当局调整 两岸关系的动力和压力 都是存在的 而如果你实时在这个 最关键的问题上 持一个所谓的矛盾的 保守的 甚至是一个后退的立场 那么未来台湾经济社会发展 怎么办呢 因此所以我们觉得 小三通是一个 两岸人员交往的一个问题 但是它背后牵动的是 今天的蔡英文当局 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问题 也是意味着 你未来两岸关系 能走向何方的一个问题 当你的态度出现了软化 我们更重要的是 看到你行为的调整 我们一直强调 对一个人要听其言 跟要观其心 所以我们也呼吁蔡英文当局 真要改善两岸关系 真要推动两岸关系 结束过去的紧张动荡 真要希望两岸关系 能够重新转转向好 那么就从小三通开始 所以说对于台湾当局来说 如果想改善两岸关系的话 那么小三通是一个契机 如果说能够非常顺利地 恢复小三通 那么至少可以看出 台湾当局在改善两岸关系上 不是口头上喊喊 也是有诚意的 所以说这一次小三通 能否顺利地恢复 其实就是一个风向标 通过这个风向标 可以测看出台湾当局 对于恢复和改善两岸关系 到底有没有诚意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一项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大家再见 谢谢主持人 谢谢郑教授 观众朋友们 下次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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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